今天是9月15日,星期六 上午8点34分,又来到城门水堂 今天准备由城门水堂援饱径走过去 现在正在等着行游 前面就是麦里浩径第六段金山的出口 来到我们这里就是麦里浩径段柱的第1M125 今天也有点凉风,虽然是1号风球,暂时风未打到 我们两位行山友和大口哥一起出发,由这里开始 现在的时间是早上8点47分 现在就已经走到这段位置 现在我们走到横跑境 今天我们走到横跑境 都只是走不吓的,走不吓的 现在我们双向时转,现在我们已经转了 其实今天天气也相当好 有一点微风 何時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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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步後,不經不覺走三十分鐘 應該快到一半路程的交界位 到了三十多分鐘走 來到2.5的一半路程 在這裏我們會轉右,不是直到左邊 轉右上 在這裏暫時休息三幾分鐘喝水 在這裏休息了一分兩分鐘 開始上山了 由這裏上去轉到石屎路 這裏出來的石屎路 我們就向左邊走 我們就不是向右邊 右邊會出回我們的入口位 不是這邊 我們是向左邊走 就向左邊 這裏叫城門臨道的水塘段 有個牌子看到 開始搶上斜路 現時天朗氣清 藍天,雲都沒有 這裏城門臨道有個好處 是斜路 雖然石屎路 但是它有樹蔗 這裏城門臨道 在熱天這麼熱的時候 走 就比較上會好些 我們最主要要重視安全為上 YES 現在走上大約差不多五十分鐘 走到這個位置 剛才是上斜路 現在暫時都前面 稍微看到是平衡的 這裏是一個休息位 在上面又可以休息一會 這裏有一個位置 休息去洗手間 剛才在那裏休息 那死猴子 打開了糖盒 不斷地去搶 忘了走過來 乘客想搶我 和他鬥搶 搶回 都搶了我兩顆 我猜 現在所住的位置 仍然是城門臨道 是向草山方面的方向去的 那走也有五十分鐘 剛剛走完斜路 稍微沒有那麼斜 之後 現在面對這條路 就更斜了 真是話頭 隨時我相信 三十五度都有 看起來感覺上 不過鏡頭 就不覺得 鏡頭很多時候 都分不清 究竟是斜路 還是平路 還是倒轉斜 一個機器 都拍不到這個氣勢 這段長命斜 也挺長 一路斜路 走多久 可能是斜路的關係 好像走幾未走完 其實很短 只要轉一下 現在總算開始 就沒有那麼斜 現在就少少斜 沒有剛才那裡那麼厲害 兩邊包著樹林 不會被太陽曬到 這是唯一的好處 而且一路都有微風 冷卻一下 在這位置 交界 左手邊 就可以上草山 那段 這段斜路都斜 但如果我們現在 直走這一段 就向針山那邊 進發 這條錶 是 這個位置 可以拍一張照 一個小時 20分左右 走 來到這個 左手邊 可以到銅鑼灣山 去大圍 寫著沙田市鎮 前面就是去的地方 針山 先休息一下 我們休息了一會兒 小休之後 就繼續向針山進發 前面就是針山的方向 我們大家繼續努力 這裡是涼風浸 很舒服 不經不覺就來到 上針山的位置 今天天氣相當良好 看到針山很清晰 一路上面 也有人有上有下 因為今天 現在的天氣 趁著打風前 同時 就來就是藝衡 很多人在這裡操 來到這個位置 我可以看到大圍下面的屋 很遠很遠 您看到那裏 往往 walking 大圍站 上後 把笙巾的灘 背後的山 是獅子山 您可以看到 飛鵝山 還是大腦神 我們會在鏡頭 一個右手 散步 就是針山 現在 warfare 到針山 到七段落的位置 我們今天相反的 我們是倒轉走 從這裏落到上面 出第七段入口 我們開始進入上山的段落 今天好熱鬧 很多人在操山 前面就是針山頂 還有200級 最後都上到針山頂 大霧山 城門水塘 在這裏有一攬無位的針山頂 這個馬桿山 大金鐘 水牛山 大佬山 飛鵝山 獅子山 背景是香港島 下面就是大圍 還沒開機 今天情況 不夠分 很浪費 所以有些失力 幸好有些涼風 這麼辛苦 不是行山 對 在打風前夕 現在我們準備下針山 下面的城門水塘 也很美 今天 是有些空間 是否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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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有些空間 先帶來 下針山 有些空間 下針山 現在是下針山 第二次 會出發 然後 下針山 接下来的第二个波 第二个波的级数不太多 不过大级 太阳正在烈日当空 我相信35度都没有走鸡 最少 第二个波落完 逆行鸡 现在落到第三个波 就可以出回城门煮坝 现在落到第三个波 即是最后一个波的途中 落到 今天的行程是完整的了 哇 真的好晒 36度也有 好了今天的段落走完 出回来去煮坝 这里落就是了 三小时 十分钟多些 就出回 现在的位置了 可以走出去 完成今天的路线 下期再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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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